欢迎大家收看今日6度中国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以色列巴勒斯坦最新消息 据报道 伊朗帮助策划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阿里巴巴支持的可降解餐具公司Ecoino 寻求4800万美元的资金 以色列宣布战争 对加沙地带进行轰炸 以下是需要了解的五件事情 北京现代将重庆汽车工厂的要价 降低了30% 中国股市在黄金周假期结束后下滑 等等 请大家收看 以色列巴勒斯坦最新消息 据报道 伊朗帮助策划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哈马斯和真主党的两名成员透露 伊朗安全部队参与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的策划和批准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伊朗革命卫队自8月以来一直与哈马斯合作策划这次入侵行动 伊朗官员在上周一的贝鲁特会议上 与哈马斯、真主党和黎巴嫩的一个政治派别代表会面 并表示同意这次袭击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 美国官员尚未看到证据证明伊朗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 阿里巴巴支持的可降解餐具公司Ecoino寻求4800万美元的资金 南华早报 总部位于香港的初创公司Ecoino计划在2022年底前筹集4800万美元 用于在中国广东建设一座全自动化工厂 年产9000吨植物机餐具材料 该公司研发了一种植物机可降解容器 兼顾耐用 耐热耐寒 防油防水 使用后可以将其切碎 与食物废料混合后送往政府设施进行处理 Ecoino已经从一家香港制药厂筹集到800万美元 并在2021年筹集到650万美元 以色列宣布战争 对加沙地带进行轰炸 以下是需要了解的五件事情 多伦多星报 以色列政府宣布对哈马斯宣战 南以色列的战斗仍在继续 此前哈马斯发动了一次重大突袭 特种部队已经部署 试图夺回哈马斯占领的四个以色列地点 哈马斯在犹太节期间冲破了加沙边界的设防围墙 袭击了以色列社区的平民和士兵 作为回应 以色列对加沙发动了空袭 其中一次空袭摧毁了一座 拥有哈马斯办公室的14层大楼 据报道 以色列已有至少700人死亡 加沙有400多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 12万3000名加沙流离失所的人们 正在寻找庇护所 与此同时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下令福特航母打击群驶往地中海东部 准备协助以色列 联合国安理会已就此事召开了紧急会议 此外 流离失所的加沙人数量已增至12万3000人 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呼吁 不要攻击学校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 北京现代将重庆汽车工厂的要价降低了30% 路透社 北京现代汽车将其在中国重庆的汽车工厂的最低要价降低了近30% 至25.8亿元人民币3.5338亿美元 这家由韩国现代汽车和北京汽车集团合资的公司 正在出售土地使用权、设备和其他设施 作为其在中国市场进行重组的战略的一部分 以应对激烈的价格竞争 和需求放缓 现代汽车并未提供降价的原因 重庆工厂于2017年开始生产 年产能为30万辆汽车 中国股市在黄金周假期结束后下滑 彭博社 中国股市在黄金周假期结束后下跌 旅游数据低于一些预期 全球不确定因素打击了市场情绪 周一 沪深300指数下跌了多达1.1% 这是一周多来的首个交易日 在中国大陆市场关闭期间 海外发生了许多事情 美国国债抛售动荡了全球市场 哈马斯在周末对以色列发动了突袭 导致油价飙升 中国黄金周假期的旅游收入同比增长 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 但仍然低于政府的预期 假期期间发布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数据显示 整体经济复苏仍然遥遥无期 房地产市场危机也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缓解迹象 中国9月份的房地产措施 未能显著提振购房者的信心 南华早报 中国最近推出的刺激房地产市场的措施 未能提振购房者的信心 预计销售数据疲软和房价进一步下跌 专家预测 糟糕的市场情绪可能导致实施更多刺激政策 试图恢复房屋交易 并应对更广泛的经济衰退 受关税影响 欧洲乳制品生产商寻求离开泰国 南华早报 总部位于泰国的欧洲乳制品生产商 敦促泰国政府降低对乳制品进口的关税 否则他们的业务将流失到该地区的其他国家 泰国是世界上第二大以体积计算的调味乳饮料出口国 但其乳制品生产可能受到威胁 因为欧洲生产商正在考虑转移到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的其他国家 这些生产商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于来自欧盟 美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进口乳制品原料 因为泰国国内生产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然而 他们担心当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在2025年到期时 这些国家的竞争对手将能够获得更便宜的人材料 最终排挤欧洲生产商出市场 欧洲生产商现在要求泰国政府考虑降低关税或追求新的自由贸易协定 以实现公平竞争 如果没有这些变化 泰国乳制品行业可能会失去重要的投资 并面临失业问题 亚洲军备竞赛内幕 报告称 中国在拥有核武装潜艇方面接近突破 路透社 中国正在建造其新一代核武装潜艇096型 这将对美国及其盟友追踪他们的努力构成重大挑战 预计096型潜艇将在本十年结束前投入使用 由于其静音性将很难被探测到 因此 美国海军和印太地区的其他军队正在部署更多资源 来追踪中国的核动力和核武装弹道导弹潜艇 096型潜艇将比其前任094型潜艇大得多 并将装有内部法板 通过复杂的橡胶支撑来减震发动机噪音和其他声音 对中国潜艇的研究还揭示了特定领域的潜在突破 包括基于对俄罗斯技术的模仿创新的 泵喷推进和内部剪造装置 根据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的一份报告 096型潜艇将对美国及其印太盟友产生深远的影响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美洲热门新闻的观察员 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要点 首先 我们听到了关于伊朗帮助策划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消息 这个消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争议 但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伊朗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 不过 这仍然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局势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后续的发展 接下来 我们听到了一个关于可降解参举公司Ecoina寻求资金的消息 他们的创新技术可以生产出坚固耐用 可降解的植物机餐具材料 这对环境保护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希望他们能够成功筹集到资金 推动这项技术的发展 在以色列 巴勒斯坦冲突方面 以色列宣布对加沙地带进行轰炸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局势 战争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们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对话和和平方式解决分歧 此外 我们还听到了关于北京现代汽车降低重庆汽车工厂要价的消息 这表明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激烈 对于企业来说 降低成本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中国股市在黄金周假期结束后下滑 这可能与全球不确定因素和旅游数据低于预期有关 我们需要关注中国经济的复苏情况 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最后 我们听到了关于亚洲军备竞赛的消息 中国正在建造新一代核武装潜艇 这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了重大挑战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来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要点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和问题吗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